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三角梅扯插 三角梅扯插其实生长也是比较的好 也是比较的快的 只要你用对方法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去扯插的话 相信你也可以把它扯插的 长活力是比较高的 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让它扯插快速的长芽 长叶的 我这一盘我就是用一些小枝杆给它扯插的 而且扯插大概有差不多十颗 而且每一颗整活力都吃比较好的 那么怎样扯插呢 扯插我就是单单用了一些 纯河砂给它扯插的 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一些细的河砂 河砂就是到小河里烙的河砂 扯插之前扯插枝条 一定要把它剪口给它晾干 最要用一些多斤里面给它浸泡 大概两个小时捞纸来的 捞纸来之后给它晾上大概半天之后 再给它扯插 扯插完成之后 把它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就是环境下给它 增长的生长就可以了 让它慢慢的长根 长出新叶芽 新叶片 一定要记住不要给它随意搬动 随意搬动的话 它这个根性是很难生长的 而且它这个死亡率也是比较的高的 所以一定要不要给它搬动 所以只要你掌控了这个小企脚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扯插的比较成功的了 就是使用一些纯核砂 细核砂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要给它放进去了 等到生长到一个程度就再给它补肥 补肥的话最要是补一些有脂质比较多的 比如说有脂肥给它补肥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盆栽的话就是有脂肥 所以想要扯插成活三角梅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小方法去扯插就可以了 这样你后期就不用去花费虚假去购买三角梅了 在家里自己也能够防止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